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聊一件事 一件我正在练习的小事 我们先出发吧 这件小事就是关于休息 在很长时间里 我不太敢真的休息 担心自己会懈怠 休息是一种停滞 但从一次特别的假期开始 我发现好的休息 是一种停顿 安顿的顿 望着屋顶上的星星 它冰冰凉凉的 心 莫名就能安安定定的 当不用扮演成熟 而是在院子里 等烤花生熟时 生活 会有种脆生生的新鲜感 休息 它也可以是一种停业 去暂停责任 就照顾好自己 从工作群里退出 到温泉池里冒泡 被催促的爱情没来时 就让她先吃吃相亲的苦 我们要去大理了 刚好 我去大理 那我换个地方吧 或者 习惯了向上奔前程 偶尔试试下下坡 总之 做些不着觉的事 会让人开心许多许多 这些必须在特定时间和地点 才能看到的风景 没来时 它是它 我是我 当心里空空地来了 我好像就成了 一朵懒懒散散的云 一阵不需要方向的风 一场痛快的雨 好像 忘了我 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不怕停滞 好好停顿地休息 它是我正在练习的小事 这也是 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美团酒店 携手大众点评 诚恳推出一份 必住榜单 认认真真严选了 931家特色酒店 并准备了 行政酒廊 微醺夜饮 新奇体验等 必住礼遇 邀你住下来 用心款待自己 它值得你专程前往 因为你值得 好好休息 必住榜 值得专程前往休息 那就这样 拜拜 美团订酒店 住着玩个遍